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事业家的家庭 父亲宋耀如在教养子女方面 有着非常宏大的愿景 到过西方的他并没有中国世俗的男尊女卑思想 而是认为女子同样可以有不凡的作为与成就 在日渐熏陶下 宋庆龄养出了得体的言谈 与落落大方的气质 惨华横溢又见识广播 有思想有野心 这些都为他传奇的一生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 宋庆龄被孙中山一往情深 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崇敬和爱戴 1915年10月25日 宋庆龄和孙中山在日本完婚 孙中山在结婚前撰写了一副对联 京城无间同优论 不爱有缘共死生 以此表达自己对爱人的真情与妻生精神的深受感动 除为孙中山和宋庆龄的流言 前学森的父亲 前军夫明家志 后已自行 祖籍杭州 莫洛斯商的第二子 六年就得到了家庭良好的教育 1904年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学习教育学和地理学以及历史 以施斩棋 新教救国的报复 后来他在日本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 认识到不进行民主革命 就不可能挽救中国 1910年 前军夫毅然回国 于1911年 1913年 两次出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 后任浙江省教育清厅长 后在上海创办了劝学堂 以传播拧住革命的思想 前军夫与张兰娟的婚姻属于包办婚姻 两人生活过得十分幸福美满 后生下独子前学森 图为前学森和家人的留影 照片的人物作起依次为前学森 前军夫 张兰娟等家人 两起超是中国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道者 务须变法的主要领袖之一 当时务须变法变法失败的时候 梁启超和老师康有为一起流亡到日本 到了日本后 梁启超在隐兵市合集和夏威夷游记 继续推广了世界革命 并在海外推广君王立宪 袁启超当政的时候 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 之后反对袁启超成帝 张兰娟 加入到段祺瑞一派 提倡了新文化运动 并支持五次运动 梁启超还主张一负一妻 一生中却有一妻 一切一红颜 妻子李慧仙 小谢王贵权 何慧珍则是红颜之计 他一生育有九个子女 一门三院士 个个十分了不起 而且 梁启超会和子女做朋友 给儿女的信仲 称呼自己的孩子为宝贝 会跟他们谈及学习 交友 恋爱 生活等等 徒为梁启超的家人的留言 祝奇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